吓死人了,一照就好晃啊 今天上午9点52分,南台湾发生规模5.6有感地震 正央在台东县沿平乡,地震深度达10公里 全台几乎都感受到地震威力 各地最大震度,高雄市桃园,屏东县三地门,加一县帆路4级 台东县北南,花连县复里,台南市3级 新北市、台北市两级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副主任吴建復指出 这起规模5.6地震,原因为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挤压造成 属于浅层地震,不少在高楼层的台北市民也感觉到摇得相当厉害 吴建復分析,主要是盆地效应造成产生共振效应 因此摇晃时间比较久 发生的位置呢,刚好在中央山脉 台东县跟高雄市山区交界的地方 那这个地区的地震呢,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因为中央山脉的地区地震通常都比较少见 规模5.0以上,从1973年以来到今天 这个地震总共才26个 就是平均2年3年才有一个 规模5.5以上就更少 连今天这个总共才7个 而这个地区在2010年3月4日 高雄甲县城发生规模6.42地震 当时造成高铁首持出轨 2012年2月26日也曾有规模6.35地震 整个这个地震的特性 是一个地质结构比较坚硬的地区 所以它的能量释放的模式 它通常会一次就把大部分的能量释放完毕 如果说第一次没有释放完毕呢 它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预估不排除在三天内 会有规模再超过5的遗震 但是实际上通常的时间会更短 那如果在短时间之内 没有发生规模5以上的遗震 那这个就不会再发生大的遗震 这次地震晃很大 就有网友提出为何没有发布国家级简讯呢 陈国昌说明 发布国家级简讯条件 除了地震规模5以上 还要镇央所在县市镇度达到4级 或台北市达到3级 本市台东市镇度仅有3级 台北市仅2级 因此为达发布条件 这起地震也造成台铁复利到泰马里 间列车一度降速行驶 台北捷运者表示 依照SOP慢速巡轨后 无异常回报 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 没人给你懂 有这看我送 台北的头衣 最无聊的 各位看我送 好康典Q 我们现在出席天使 做一个朋友